加拿大是公任的老牌移民国家 发达的经济移居的环境 高质量的教育 优厚的待遇 这些优势让加拿大成为了许多移民人士所中爱的移居目的地 而加拿大也一直采取开放且包容的态度积极欢迎着大家 在移民政策宽松的基础上 加拿大还出台了众多移民项目 甚至针对于不同的申请人都给予了相应的快速通道 比如文、义、提的专属通道联邦自雇移民项目 以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专属于香港同胞的港人移民计划 为了更好地扩大和香港之间的交流 吸引香港优秀人才到加拿大工作 在2021年加拿大对香港同胞敞开的怀抱 开设了针对于香港同胞的特殊临时移民政策 分别是SWIM A 适用于加拿大境内毕业的香港学生和SWIM B 适用于在加拿大工作过的香港人士 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SWIM B SWIM B SWIM B是一项加拿大移民局 针对中国香港地区居民申请加拿大开放工作签证的临时政策 加拿大移民部长在宣布这项新政策时表示 香港居民通道是加拿大采取的一项历史性举措 新政旨在吸引更多能够推动加拿大经济向前发展的优秀移民申请人 拥有熟练技术的香港移民申请人 可以通过独特的机会来到加拿大发展他们的职业生涯 并为加拿大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这项具有里程碑一的举措不仅能够加强加拿大的经济复苏 还可以加深加拿大与中国香港地区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申请条件 1. 持有香港特区互照不诺 2. 申请期间必须在加拿大 3. 应于CLB5 4. 工作经验要求 申请前的三年内 已经在加拿大全职工作至少12个月 或同等的兼职时长 申请流程 1. 持工签工作一年 2. 登陆或创建PR在线申请Porto账户 3. 填写表格及准备照片等文件 4. 在线付款 5. 递交申请 6. 获批 据了解 加拿大每年都会接纳非常多港人移民计划申请PR2的申请人 而且人数一直成逐年逆增的状态 这项政策对香港同胞无疑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如果你符合相关的申请条件 那么可以通过这条便利通道实现一居加拿大的计划 轻松一居封业国